中學除了男女校之分 亦有不同的宗教背景 當中以基督教佔最多 接著介紹的這間位於柴灣的男女校 由基督教團體成立 學校以聖經真理為基礎 培育出自律有禮,熱愛生命的學生 梅校長,你好 你好 剛才剛來到學校的時候 就看到梅校長一早站在門口 迎接學生跟他們打招呼 其實我想問你是否每一招都會這樣做 基本上我每一天都會這樣來迎接同學 我希望在新的一天裡 為他們帶來朝氣、帶來歡樂 迎接他們回來學校上課 很有愛 所以我們相信生命影響生命 所以帶著愛建立這間學校 由1999年一路至現在 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 很多街坊或畢業生的品格上都很好 在信耶穌的學習上做得很好 我又想問一下梅校長 你們學校的辦學理念是怎樣的 我們是重視六慾 一般人說五慾就是特智體群美 但我們更重視的就是靈慾 所以靈慾和特慾 基本上都是我們學校特別重視的部分 讓同學透過在聖經真理裡的學習 培養他們 在生命裡的素質能夠更加堅實 當然, 現在社會裡是說知識技能態度 我們也相信 知識能夠養一個小朋友 長得更高、飛得更遠 但是品格能夠令他更厚重、堅實 而淑寧的生命在信仰的層面 能夠令他根深果實 向下來摘根 所以整個生命素養出來的時候 結出來的果子就更加豐盛了 對, 所以我也聽過很多街坊說 這間學校出品的學生比較乖 怎樣乖 我們真是感謝街坊來欣賞我們 他們真是乖, 因為本身在學校裡 也有一些規矩 但其實他們都是很聽話、受教的 自方溫一路進來開始起 循規蹈矩, 然後在學校裡 在老師的培育和愛裡面成長 我們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區裡的街坊 在社區裡成長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校園都很重視綠化 多謝身邊的街坊說 他們都會說我們這裡是沙漠裡的綠洲 對, 果然環境也是很漂亮的 我也想問一下 因為剛才經過圍蘭外 其實街坊也很有愛 例如我跟你在聊天的時候 拍攝當中, 街坊也會鑄足 在這裡看著, 像跟你很友善 想跟你打招呼一樣 其實我想問學生跟社區的關係 是不是很緊密 或者參與很多社區的工作 也會有的, 因為想他們在中學階段 不只是在書堆裡埋手苦幹 來勤力 同樣希望帶他們離開這個校園 他們平日也有的 我有一個社區的服務計劃 高中、中四開始 他們有一個叫二加一計劃 他們可能全年裡要參與賣旗活動 服侍老人家、社區裡面關外的行動 送戀的行動 從小開始學習 到高中的時候 同樣在裡面有學習 去擴闊自己的視野 去服侍社區裡面 無論是長者、有需要的人 很好, 因為這些實踐 才令他們知道自己很幸福 也將自己的空緣時間回饋社會 這些都是慢慢建立的 在學術方面 學校致力推動全方位學習 專題研習和啟發式學習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和多元學習能力 學校也設有拔尖保底措施 在主要學科設高、中、低組別 作出小班教學 照顧不同學習能力差異的學生 有功課班協助成績較差的學生 我知道這間學校的特色之一 就是很著重兩文三語的培養 我自己也很著重這方面 我真的很想請教校長 如何重視 我們基本上重視英文的教學 早上會有早讀 所以剛才你也看到 在課堂裡面之外 我們每天早上逢天A、B 基本上我們也有早讀 同學也會很安靜 跟老師一起閱讀 另外我們也會有英文辯論 還有英語的話劇 英語劇劇 有不同的課 希望幫助同學 在英文上有大進步 我真的很享受 因為我本身也是讀英文出身 所以如果學校那麼著重培養 出來的學生也有目共睹 也可以,也是乖的 在DSE取得好成績當然是誰都想的 但是梅校長,除了學術方面的培養之外 還有哪方面你們都很著目的 我想不能夠只埋在書堆裡面讀書 所以我們也重視藝術教育 像是試過藝術,即是VA的訓練 以及Shrim的訓練 現在社會都在講求資訊科技 所以我們在書堆的層面裡面 加上信仰和藝術的元素裡面 所以我們也重視Shrim的發展 你有機會可以參觀一下我們學校 不論是視藝方面 或者Shrim方面的學生成就 學校在初中開始推行Shrim教育 而學校近年也會與不同的團體合作 舉辦興趣班 就像這群同學參加了 東區無人機推廣計劃 除了學習到駕駛無人機的技巧及知識 也在比賽中獲獎 對同學來說,也是一個大的鼓勵 在學業方面,老師也跟我們說了 上課時,他會隔著問一下 能否跟得到,可以嗎 就看看我們的同學是否真的跟得上 很關心每個同學 逐個逐個位置看我們有沒有抄襲筆記 或者是否跟得上課堂上書內的內容 他經常跟我們說,我們是同一條船 我們是齊上齊下的 他也給了很多鼓勵我們 也幫了我們很多手 老師會在不同的地方 去找不同的比賽讓我們參加 我們老師幾乎每次參加比賽 都會跟著一起參加 去教我們,說不同的東西 這樣可以令我們不要緊張和安心 我覺得我們的老師 他們全都很不平易近人 而且他們也很耐心 如果你上課不明白 你放學,再去找他 他也願意去教你 如果有些同學請了病假 他也會抽點時間 去教他那課的內容 其實我們有些老師在讀中學 但他放學後,我們發訊息他 可能去到很晚 他也願意回答我們一些訊息 然後去到很晚後 他還會提醒我們早點睡 明天起不了身,回不了學 至於校長所提及的示藝科 更配合平板電腦去學習及協助繪圖 令作品更多元化 同學們亦因此更主動學習 上網找更多資料 無間也提升了學生的自學能力 我知道這間學校 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中一至中六的同學 都要留校五線 今天很悶 由早上一直到三點多 都要留在學校 我們留校五線看似是一個門 但確實是讓學生發揮的機會 因為我們透過在學校五線 提供很多不同多元的活動 不論是求女活動 不論是其他學習的活動 例如我們每年有跳大繩 也有很多跳大繩比賽 每一班都會來參加 很久沒有看見跳大繩 對,很精彩的老師和校長 都一起參加 你也一起跳嗎 我們這些頓頓也要跳 跟學生一起語文童 當然,另外還有福音周的活動 全校一起參與 還有不同的學術周 例如英文周或中文周 學術方面都培養他們 讓他們在五線的時間中 都很充實 平時他們都會打球 所以不同的球類活動 在整個校園裡 到圖書館閱讀 基本上都有很多同學 在那段時間中 善用不同的空閒時間 去休息和做其他活動 即使樓下五線 其實也很豐富 很忙碌和充實 是 我想問校長 很多人都會覺得 一個小朋友 讀中學的階段很重要 因為培養出他 由小朋友變成成年人 然後進入社會 你會怎樣看 中學對小朋友的成長和影響 一個中學對小朋友的影響 其實在中學求學的階段 往往有很多價值觀會影響他 所以我們相信 在裡面要塑造好他的人格 塑造好他的品格 是最重要的部分 其次當然 在正確的人生觀 同樣是需要建構的 因為確實在紛繁的社會裡 今天有很多資訊的東西影響他 有很多知識泛濫的社會 在他裡面令到很多其他 就是他的懂得 怎樣來分辨什麼 叫對行一條正的路 所以我們覺得 在中學階段的裡面 這兩方面 我們特別是重視 來幫助小朋友 來對探索 那當然最後 為他追尋夢想 讓他能夠知道自己 該行一條什麼的路 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按照聖經真理這樣說 就是教養孩童 讓他行當行的路 就是去到老都不偏離 所以相信他能夠透過聖經真理的認識 讓他走在一條正確的人生路上 最後也想問一下梅校長 你也會希望你的學生 在畢業之後 成為一個什麼的人呢 其實我有一個心願 我希望他們能夠成為知識的開發者 我們作為基督教學校 我同樣希望他們成為一個信仰的冒險家 走人生的路 當然,這個道德紛繁的社會裡 我也希望他能夠成為一個道德的守門員 這三方面 希望他們能夠貢獻社會 能夠成為一個榮神益人的小朋友 難怪出來的學生 每個都這麼乖 選中學的時候 最重要是了解中學的教學理念 可以從中學的網頁裡 拿到很多資訊 如果中學有開放日子的話 家長可以和子女一起去實地考察和參觀 就可以了解更多了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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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